好美味 看到這個碗有多大 它有這麼厚 這麼大 46元多抵 這麼好吃 超幸福 HELLO 大家好 我是OA 最近疫情很嚴重 相信很多人都會選擇在家裡抗疫 經常在家裡都會很無聊 親生吃自家菜都會吃到厭 或者覺得很麻煩 不想洗碗 偶然都會有一兩天想吃外賣 但是吃得外賣都一定會比較貴 高成本 疫情期間都會想在家裡吃好些 但是又不想那麼貴 所以我就零幾個粥 不如來實測一下到底在外賣APP上 三間最便宜的餐廳 因為APP上有很多不同的菜式 要在全部餐廳裡找最便宜的三間 是很難和很難去比較的 例如一些西式的薄餅 大部分都一定會給粥粉麵貴 如果這樣去比較的話 就有點不公平 所以我今天會在三個不同種類裡選三間餐廳 做一個實測 當中是不包括大型的連鎖餐廳 我希望可以盡量發掘一些有新鮮感的小店 我現在的人的座標就是在葵坊 第一集在這裡嘗試拍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這個系列也可以繼續拍下去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主題的話 記得訂閱 首先要做的就是抽籤 今天就選了七個不同的類型 分別有這個港式台式 日式韓式 中式西式 和東南亞菜 我會抽三個種類出來 然後在每個種類裡選一間最便宜的餐廳 OK 開始 希望可以抽到這個台式和韓式 第一間是這個韓式 第二間 第二間是西式 最後一間是台式 三間裡面有兩間都是我平時很喜歡吃的菜式 現在我就會在這個Deliveroo上選擇到底有什麼好吃 首先選了西式線 因為我看到它有103間有排入品 哇 鬼鬼 目前看到大部分都是約60元的水平 我希望可以找到一些4-50元 如果有這麼便宜的話就更好了 我想問一下 香港仔魚膽王 為什麼會是西式 哇 這間挺好的 它有些迷你的Burger 如果是一些可能比較細食的女生 也可以點這個 算不算是便宜呢 這個迷你Burger只有38元 先留下它 這間可以列入考慮範圍中 這間算是挺便宜 又不算是挺便宜的 因為其他店舖的Pasta都六字頭七字頭 但這間是有五字頭也有四字頭的 all day breakfast 只是62元 我覺得算是挺便宜的 因為一般的Cafe的all day breakfast 都要100元起跳 而且好像挺吸引 有這個黑松露鮮奶滑炒蛋 考慮考慮 可以考慮 我18.50元 最後我決定選這個Hong Kong Burger 因為它有迷你的漢堡包 我今天點三間都吃不到這麼多 雖然我有大環保袋 但我看到它的價錢真的挺便宜 38元 所以以價錢來說 我覺得它是取勝的 雖然它的份量比較小 但有時候女生真的吃不到這麼多 所以我決定點這個 迷你Burger 叫多了薯條 因為如果我只叫Burger 就有個小單的額外費用 我現在12點40分落單 它說最快可以1點鐘送到 加快速度看其他 看了這個台式線 台式又成40幾間 原來沒什麼選擇的 我目前來看見兩三間是賣飯的 大部分都是賣野飲 甜品 即是戶圓那種 又或者是有些已經關了店 沒有開 暫時來說 事實6元這個滷肉飯是最便宜的 最後弄完這個韓式就完成了 哇好像很好吃 這個 但價錢有點貴 我最喜歡吃的韓式就是飯卷 特別是牛肉飯卷 這個好像很好吃 炭燒味的牛肉紫菜飯卷 太好吃了 有點貴 這個可以先保留下 下次有機會再吃 看來第一間是最便宜的 它只是40幾元一個餐 為什麼它顯示是西灣河的 但它既然都可以送到來這裡 那我就試一下吧 用了足足一個小時 終於運齊三間了 第一間那個漢堡吧 我已經看到步兵它正在來 還有4分鐘 我已經很肚餓了 很期待 Hello Hello 謝謝你 謝謝你 好香 好香啊 超好 它這個是一個環保袋 好可愛啊 這個盒 它這個漢堡包真的好可愛 好迷你 跟我想像中的尺寸是差不多的 這個我覺得你拿來做一個T 或者是女生很小吃的話就很適合 但如果你像我這樣一個正常的份量 就不夠飽 如果加上一盒薯條就應該OK 它這盒薯條呢 好 好 等一下 都挺大盒的 20幾元這個份量 還有一個蜜糖芥末 還有它的薯條有很多不同的漿 都挺好 我看到我至少有五六款 你看它只有這麼小 就是比手掌還小 聞下去超級香 我不客氣了 嗯 嗯 這個好好味啊 它的醬很棒 是一個BBQ醬 我最不喜歡的就是一些伯格 它的汁太少 弄得整個包很乾 像我上次吃Five Guys的漢堡包 我就覺得 為什麼這麼乾 我一向聽人說有很多汁 但我上次吃就是超乾 這個是 好像爆汁一樣的 是符合這個商品說明條例的 因為它是寫著這個 首詩豬爆汁菠蘿漢堡 是真的爆汁的 如果它是一個平常的漢堡包 我都可以很肯定自己可以吃得完 好美味啊 我的台式 台式的都來了 吃吃下 我的台式露肉飯都到了 放一會兒 我首先想安裝一下這個漢堡包 它這個首詩豬 真的好首詩豬 不會是覺得不夠碎的 跟我上次去聖誕市集的那個首詩豬 那個首詩的細程度是差不多的 但它們的醬汁我就覺得不太一樣 那個我沒記錯 好像還有少少沙律醬的味道 但這個就真的是一個很純粹的BBQ醬味 而且它真的是爆汁的 但我覺得它的菠蘿就比較小了 因為它只有一小片 整個菠蘿只佔了整個漢堡包的四分一 試一下連菠蘿一起咬 好好吃啊 我現在覺得很幸福 它那個爆汁首詩豬 原本已經很好吃 但我覺得加上菠蘿 是有一種滑龍點睛的作用 菠蘿是比較偏甜的 然後咬下去就會爆汁 所以無論是它的味道 還是它的口感混合在一起 都是很配合 很配合 而且真的很好吃 找一天我要去這間店裡試一下 試一下其他味道 而且它這個迷你Burger的好處就是 如果你想試不同的味道 你可以多點一兩個 這個菠蘿我覺得十分它是可以有 有九分 不誇張 真的有九分 唯一的小缺點 真的有菠蘿 我覺得小一點 如果你可以再多點給我 令到整個菠蘿 不是整個菠蘿 令到整個漢堡包 每一口都是咬到菠蘿的話 我覺得就是一個 可以說是完美的 手撕豬肉菠蘿漢堡包 非常好 然後我就試完它的薯條 這些薯條真的很大 所以我會拿回家 它這些薯條是新鮮的薯仔 它不是包裝一層層的薯條 都脆的 但我覺得好像 是不是有點太過脆了 炸了太久 薯條就很正常很平常 沒有說超級特別的 但是稍稍偏 欸? 不是啊 好像叫東西喝了 不是嗎? 這麼奇怪 真的沒有叫東西喝? 對啊 好可惜啊 這個鹿肉飯 我本來是想叫它 那杯冷的薯母奶茶 但不知為什麼 失手這麼生氣 哇 份量都OK 聞起來很香 它的尺寸是普通的尺寸 我覺得算是挺划算的 因為我自己在街上吃過最便宜的滷肉飯 是$38 那這個碗就是 一般你家庭吃飯的那個碗的尺寸 然後是沒有任何的配菜的 只是滷肉 但是它這個是有一個 原隻的滷碎蛋 有一塊不小的豆腐 還有有迷菜 我覺得它$46來講 真的算不錯 而且它的飯看得很多 看到它這個碗有多大 它有這麼厚 這麼大 我覺得這碗飯應該是 我平時吃飯的兩倍尺寸 那飯很多 $46多 立刻試一下它這個味道如何 唉 最傷沒有落到的那個奶茶 真的很想喝 而且現在吃了一些東西 有一點口乾 好像沒有帶水過來 幸好一會兒我去湯飯 試試它這個滷肉 它這個滷肉看來是肥瘦很均勻的 不會是太過肥或者太過瘦的滷肉 不錯 它的味道是偏鹹的 真的很入味 那些滷肉 咬下去的那個口感是 嚇死我 我心想 另外那個外賣這麼快到 原來有人拍傳單 它的滷肉很肥手適中 所以咬下去的口感是很好 我本身是一個不喜歡吃肥肉的人 叉燒我是不喜歡吃有肥肉的 但滷肉的肥肉我是OK的 因為它的肥肉不是很油膩 所以我覺得是挺好吃的 它真的有點鹹 這麼鹹 真的很想喝杯飲料 試完滷豆腐 滷豆腐就不夠有味 如果平均一點就好了 試完那個蛋 吃滷肉飯一定要有滷水蛋 這個蛋也醃得不錯 好吃 它旁邊的蘿蔔小菜很好吃 很爽口 也很入味 總括來說 我覺得這個滷肉飯 它就是一個中規中矩 你不會覺得它是不好吃 難吃 但也不會覺得它很好吃 那些就是一個很正常的滷肉飯 不過我覺得它可以改善的地方 就是可以淡味一點 我覺得有一點點偏鹹 而且我覺得它的汁就不是太多 我喜歡一些多汁一點的滷肉飯 不過它這個份量真的很划算 46元這麼大盒 女生來說 真的吃一半就已經會飽 它還有一隻全尺的蛋 又有菜 還有迷豆腐 很健康 這個很划算 這個滷肉飯 10分入面我會給... 7分 因為一會兒還有一個湯飯 真的可以沿過大香去今晚吃 最後一間韓式的湯飯都準備到了 我看到它已經在附近了 先準備好 為什麼要用Foodpanda 這個這麼大份 是49元的 原價是98元 因為我Google搜尋這間店 它是在西灣河 我就很不理解 為什麼它會在附近出現 我剛才有特地問那個外賣哥仔 它就說這間店是愛你 但不知道為什麼上網找不到 不知道是不是新開的 還有一個海鮮湯 哇 這麼好的送來生果給我 它這個便當就有一個梨 然後有韓式的魚餅 蘿蔔 一些菜 這些基本的小菜 然後有蛋捲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個 腸仔 平時BBQ的蜜糖腸 這種腸仔我覺得很港式 一點都不像韓式的東西 我沒試過在韓式的便當裡面 看過這種腸仔 它這個飯是一個平常的飯 對比起剛才那個 真的大很多 開箭 試一下它那個海鮮豆腐湯 看到是有海鮮的 也有很多豆腐 又不是金菇 送過來還是很熱 這個海鮮湯 真的有海鮮味 而且它看起來好像很辣 但我覺得它對比一些韓式辣的東西 它不算很辣 這個湯的味道真心OK 但是它的海鮮料 就不是說很多 合格的分數 試一下其他小菜 這個韓式便當 我覺得它的所有味道 都是正正常常 沒有說很特別好吃 但是它不難吃 如果以原價這個98元 我就覺得是一點都不值 但是現在這個半價49元 我就覺得是OK的 因為它的份量是很正常 飯不會說很少 還要送來一個你 我覺得是很健康的一個餐 有菜、有湯、有水果、有飯 我覺得這個套餐 我最喜歡就是它的湯 因為真的不算太辣 我這種不算吃得很辣的人 它這個辣味對我來說是剛剛好 好吃的辣 而且會令你開胃 10分裡面有6分 試完了 我覺得三間的食物質素 也是不錯的 就算不是特別好吃 它的味道也是正常 不會覺得很復 價錢來說 我也覺得不算很貴 以外賣來說 我覺得真的不算貴 和你糖吃差不多的價錢 甚至比糖吃更便宜 今天的所有東西 單價都不過50元 我覺得這個價錢是可以接受的 三間裡面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迷你Burger 它真的很好吃 我會記住你 我會有一天去拜訪 親自去吃一個平常的Burger 這個細SARS真的有點不夠厚 好了 今天這段影片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在家裡抗疫之餘 都可以找到一些很好吃的東西 不用出門口都可以吃好西 有時候真的蠻中中的發覺到小店 是有一種另外的幸福和驚喜感 喜歡的話記得訂閱 和訂閱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